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也跟各位一样 虽然我来好多次 但是都没有在这边办法会 而且餐厅、住宿、佛塔全部聚会 更重要的是 各位穿一样的衣服 短期出家 所以 我曾经有一位老法师跟我说过 这个佛塔是谁盖的 是佛陀自己化身在来盖的 所以叫千百亿化身 佛陀曾经六次化身 所以他自己到印尼来弘扬佛法 所以从构图、木款、建设、王宫 都是佛陀亲自圆满的 所以我想 他对整个世界 就势必有不可思议的加持力 那刚刚下午我们去的那个 很庄严的佛塔 那么 是为了供养佛陀的化身来这边弘法所造的 所以 不太一样 那 在我们佛教里面 中央毕如遮那佛 代表的是降伏的力量 所以他叫光明骗照 所以 转法轮 这个转法轮 就是断烦恼的意思 断轮回的意思 所以 也愿众生 以菩提心 来断除自私 以慈悲来降伏自我 所以 这么说的目的 当然我们要去 就是接到这个法 这个最重要 因为佛塔也好 佛像也好 毕竟 透过时间 空间 会变化 但是 不知道他意义的人 就把它当作一个观光点 当然 佛教徒当作一个信仰的地方 但是我们修菩提心的人 为什么叫这个心 那我们就必须用这个觉醒的心 来转化自己 来转化自己 当然 大乘佛教 目的呢 他是 普度众生 光明骗照 普度众生 但是你要普度众生 你自己一定要 时时刻刻 保持在 你要讲 转法轮的心态 那这个转法轮就像开冷器一样 因为 你不开电灯 马上就要按掉 你必须要 这个电灯是阴电阳电飘飘飘飘飘 一直在 他是不间断的在动 所以我们的心必须行生波罗波罗蜜多时 我们的心必须随时刻刻保持在 转法轮的状态 所以释迦摩尼佛曾经说一句话 我以无量的生命 永不退转的去征服了内心的贪嗔痴 才能够用慈悲与智慧去转化这个世界 所以 心中有法 当下就是佛 心中无法 当下也不是佛 那我们时时刻刻 必须这样 记住自己 就像婆罗浮屠 那我们叫陀鲁尼 就像各位这样 我们念咒就知道 中间 中子字 就是这样 然后呢 就整个陀鲁尼 陀鲁尼 陀鲁尼就是佛陀的心的意思 所以我们阿底峡尊者说塔为佛心 所以佛塔就是佛陀心灵的显现 所以 那如果你去不单看也有类似这样 他们把它建成108塔 是一个皇后盖的 是因为那时候国家有战争 那皇后就罚这个愿 改这样子的类似这样的塔 希望以法的力量 来消除这个战争 因为战争 对自己人也好 对对方也好 都是最大的痛苦 所以简单的说 我们来佛塔 也是要把这个塔放在心里面 好不好 那随时在动 最简单的说 这个塔 对整个法界他都还在动 因为 所以叫什么来 清净法身 所以 毗鲁尘那佛代表法身 佛陀是一个化身 但是 永远永远的 要在这个世间转动 所以各位应该把 这次来到佛塔面前 是希望把这个佛塔的这种 光明骗照 乃至呢 种种具足 也不是一个佛塔 因为众生有八万四千烦恼 你就有八万四千的法门 就像观音菩萨的大辈子 为什么叫八十四聚 所以 就像 要是佛 为什么十二要叉大家 各有七千眷属 合起来就叫八万四千的意思 因为众生有八万四千烦恼 所以 这个烦恼就要八万四千的法来对峙 所以 这就是佛法存在的目的 所以各位不能休息 不能偷懒 休息一下 去谈个恋爱再回来 休息一下 就去享受一下再回来 这个都没办法 所以 就像人性里面最脆弱的感情 这个你都要自己要想办法调伏 不然你就会想要有一个安定的 一个感情 家庭 事业 我想这是不可能的 就像现在的世界资讯那么发达 每天报纸一打开 就是一个对立 不安定 混乱 不清净 所以 这个就是佛陀要在这个世间 视线的目的 所以当然 对我们来讲 一样 就像各位 一下头痛 一下脚痛 一下怎么样 随时随时都有种 太热 太冷 如何如何 我们这个身体 从出生开始 包括从妈妈怀孕开始 就不安定 所以 一直到死亡 死亡还在继续 出更大的轮回 所以我们这个身体也好 世界也好 叫做什么 来念一下 纯大苦惧 就是真正最 只有苦的 纯苦的 就像黑咖啡 纯苦的 大苦 聚会在一起 但是你不要 当然人都想要从这里面去找一点快乐 苦中作乐 但是各位要相信佛法 真是如此 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 这是一定的 凡是存在的一切 都是生灭变化苦的 没办法掌控的 当然 当然所谓调伏 那各位就要恢复了 恢复清净 恢复法身 恢复空性 来自恢复所谓的菩提心 因为菩提心是以空性为基础 以慈悲为根本 去圆满的 那当然你就要 一直告诉你自己这样 就像说今天你来印尼 你 你是个间谍好了 全世界的人都要杀你 但是你要伪装自己 不然你就会被杀掉 所以 那你要去救你的家人 假设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你不可能说 在这里面可以找到什么 因为人家只要知道你就是杀人 就像我们年轻在看那个第一滴血 是吧 所有的警察都在抓那个男主角 每天都在追上他 所以在这个世间 我们像过街老鼠一样的苦 这个要不断不断的去思维这个道理 所以佛陀说修行就有点像一个山上的溪水 一个木头 放在这个溪水 它如果要流入大海 千万不要搁浅 但是如果他喜欢上什么 他就搁浅了 就像我们在轮回的过程里面 一点都不污染 但是各位现在有污染 牵手 牵着爱人的手 抓住什么东西 当然 不做这些也不行 只是说不执着的去做 可以啦 空的意思不是说什么都没有 你要有钱 你要有感情 你要有能力 那这些呢 千万不要被他染上 只是应用他 就像这个身体 如果你去执着这个身体 那不可能 因为他任何时间都在变化 所以但是我们要淡念无常 利用这个会变的 找到一个不变的真理 永恒的爱 那你要去思维 当然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 我们了解佛法的意义 所以我们要来得到佛陀的加持 佛塔的加持 得到佛像的永恒的加持 那这从经典里面 从佛的欲 了解佛的心的加持 当你在读诵经典 修以轨 念佛 保持这个 它是目标只有一个 让所有众生都脱离轮回 因为众生都是我们父母 目标不是成佛 成佛是一个方便 就像你读医学院 记住这点要记住 有些人抓错目标 读医学院目的 就要成为一个医学专业博士 博士干嘛 开始医病了 博士定在 我就是要成佛 然后我发现很多人定错目标 很精进 那成佛要干嘛 就是要成佛 但是他忘了 目的要度众生 不是等成佛才来度众生 因为成佛的过程 是一种惭愧的在度众生 自己就像我们大家 自慰度先度他 我们现场呢 我们不是成佛的 但是我们就在点灯了 施死了 甘露死 我们就一直在做了 出钱了 出力了 因为 离开了 舍弃了众生 去追求佛法叫魔法 但是你做了百千万亿的 功德善事 但是又不能执着 叫思维空性 所以菩萨 不能够离开三轮体 旺旺 一切都是虚幻的空性 却积极的在努力 一点都不执着的 却用尽生命去利益众生 所以一点都不执着 那就是智慧 那你要降伏 降伏 我们叫调伏内心 调伏烦恼 但是调伏的目的 累积广大功能